车会外现场来关心 在彰化市有一辆左转机车 没有礼让直行车发生了撞击后 两名骑士重衰在地 其中一人胸椎和左手腕骨折 送医治疗后还好并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在台17线方圆路段 一名骑士行进路口 也和准备要转弯的轿车发生捧撞 白牌重击奔驰在台17线方圆路段 来到路口经见对向轿车要左转 低时间来不及杀猛力撞上 骑士持续平衡行车记录器也被撞歪 刚好路下他摔车的过程 车体随便散落一地 还好骑士和轿车驾驶都没有受伤 双方经过酒侧都没有酒精反应 疑似又是没有注意到前方路况量货 至于骑士是否有违规 骑到进行机车内侧车道 警方还要进步离清 另外有民众行进彰化市区 也募集惊险的碰撞事故 疑似左转机车没有离让执行车先通行 两名骑士纷纷重摔地面 后方车辆急煞才没有衍生连环追撞 其中一名骑士胸椎和左手腕骨折 伤势较为严重 幸好经过医院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也呼吁农历年节将近 各地车流量都会增大 用路人务必注意行车路况 必依规定离让 避免类似事故频频发生 这段文贸长话报道